今天依旧是晴空万里 杰洛斯正一边擦起的餐盘 一边跟齐宇闹客 经过这种事件 齐宇已经攀升到了B级第七 杰洛斯自己也攀升到了第14位 不过齐宇的功绩本不止如此 大多打倒怪人的事件 他自己都不会去跟英雄协会提及 看在眼里头 杰洛斯还是对齐宇老师说道 现在老师应该开始深入人心了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老师的后援团 比如他自己的后援团早就成立 说到一半 杰洛斯却感受到了不好的气息 但为了不打老大老师 眼下自己先去应对 可以说是绝佳选择 毕竟刚升级过的 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实战水平如何了 眼前这个对手对现在的他来说 更是囚实不得 只是对方并不是怪 让他有些疑问 当然对方也很快的 向杰洛斯补充到自己的来历 为了挑战齐宇 与他做个了断 说到这里 杰洛斯也想起眼前之后的名字 伴随着疯的忍者 因素索尼克 见齐宇是不可能见齐宇的 首先达到5才有这个可能 已经跃跃欲试的杰洛斯 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对战的机会 立马就和索尼克对上了衍生 而这时候 齐宇也被另外一群人缠上 B级第一的地狱吹雪 以及两个小弟 一上来就准备给齐宇一个下马位的地狱吹雪 立马就爆出了自己的英雄名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 齐宇并不认识 所以就变成了以下的场景 地狱吹雪认识嘛 好玩呀 B级第一了解一下 所以呢 而吹雪也直接向齐宇表明 自己找他的目的 并解释到什么是英雄的生存之道 如果想要排名继续上升 就需要加入组织 独自一人是会被竞争对手阻碍的 而加入组织会得到相对应的帮助 比起一个人 一群人的力量 跟绝对更加强大 所以加入我们 那我会让你做B级前级的宝座 说完这些吹雪露出 极为自信的表情观看着齐宇 齐宇也只是呆呆的思考了几秒钟 便回答到 你是怕BGB第一被我抢走 面对齐宇无意间的挑衅 吹雪也没有生气 只是继续说道 自己是不会一直停留在B级的 自己迟早有一天要升到A级 无法理解吹雪做法的齐宇 此时也只是含糊着说着 模棱两可的答案 而中生小哥和双下巴老铁 却不准备给他说明的机会 在吹雪的命令下 直接就冲着齐宇而去 阿飞这两个的齐宇 也只是单单的说到 阿飞雪是错误的 这话也终于了弱了吹雪 长年占据B级第一的吹雪 实力早就已经可以排到B级前列 此刻的他超能力全开 周围的沙力和龙卷风 更是被他混合在了一起 呆呆看着吹雪的齐宇也只是 说道如果想利用快速的沙力和石块 是无法战胜他的 不过吹雪却不能够乱为 毕竟在自己的绝招之下 比如说B级英雄 居然是A级英雄也要推比三色 地狱男 汇聚的强风和石块的超强龙卷风 这是能撕露碎骨 瞬间令人屈服的二三孤招式 歇斯底里的女人 那可不适合带头 发出非常不履权声音的吹雪 着实把吹雪吓了一跳 不过此刻他内心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是单单的说道 像你这种人在业界是活不下来的 你根本不懂何为英雄 世界上有着数不数 胜数的怪人和强者 为了与他们对战 即便是孤身一人 也不能退缩 造极一些比自己弱的属下 是没办法令自己变强的 而如此下去 被更强的怪人击败 只是时间问题 比自己弱小的手下又怎么样拯救自己 排名 组织 名誉 这又有什么意义 英雄可不是那种持有等级划分的阶级制度 无话可说的吹雪 只能继续用攻击来反驳其余的理论 不过面对老师如此强大的势力 这些都是毫无允素的 不论是近距离的击飞 还是拉开距离之后 利用高速石块的撞击 甚至不得不掏出匕首 至宝自弃的且想起的领夹 这些动作的老师看来都是缓慢且无用的 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 其余却看到吹雪身后的杰洛斯和以其对人的索尼克 紧接着便是一声俱响 杰洛斯正在音乐中搜寻了敌人 其余则是自身阻挡在了吹雪身前 想必如果没有其余的保护吹雪此刻 可能就不是插伤这种简简单单的事情 但吹雪的重点却放在了其余和S级英雄的关系之上 身为弟子的杰洛斯也毫不在意的说出了自己是其余的弟子 听完之后吹雪也瞬间懂得了不少东西 不过索尼克却没给他们太多交流的时间 出手便是暴力手里剑 一律于电线杆之上的他 手指之间正夹着一枚手里剑 慢悠悠的看着底下的杰洛斯 尽管这种攻击对杰洛斯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 不过同样的杰洛斯也无法伤害到他 当然双方此刻还会使出全力 一跃而下的索尼克显然早已注意到其余 寻找的目标的他脸色也和刚才截然不同 为了达到其余 他付出的努力时间就要在此刻验证 杰洛斯也同样不敢下风 刚升级过核心的他可比以前强大了许多 一个瞬间速度便被提到了最高 挥出的铁圈甚至能撕裂空气 索尼克也知道此刻不妙 一边躲闪着杰洛斯的技能 一边思考着如何应对 而在一旁的齐律也看得出 他们俩的实力都能抢的 吹雪更是完全捕捉不到杰洛斯的动作 闪躲的索尼克更是在思考 杰洛斯做出这番举动的意义 没错就是要比他更快 拿下了索尼克头发的杰洛斯 比起战胜索尼克更想在其他面前表现自己 这个举动 简直就是在挑战索尼克的自尊心 已经能无可恋的索尼克 此时也做出了相对应的动作 只是杰洛斯并没有察觉到 看着处于暴露丝毫不动的索尼克 杰洛斯还以为自己抓住了他的破绽 一个瞬间就是 很可惜这样的攻击对暴露的索尼克 是毫无用处的 已经不准备保留实力的索尼克 直接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技 利用高速移动来产生残影 这样的攻击是无法躲避的 没有实体也都是实体 何等的速度何等的技巧 独无可躲的杰洛斯 只能使出自己的所有的能量 让焚烧炮最大输出 不过就在两人交证之前的一瞬间 奇遇却出手 当然傲娇的奇遇只是说 在家门口爆炸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再说了索尼克的目标并不是杰洛斯 而是自己 对此者的奇遇 此刻也只是继续露出 安眠无表情的脸孔 索尼克知道 此刻的自己已经无需保留任何的余力 究极奥一 实际上 原本的分身瞬间增加到实位 不同的攻击角度 不同的攻击方式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这就是索尼克在不断的痛苦折磨中 领悟出来的最强攻击手段 而奇遇要如何应对 接下来的故事又会怎么样发展 就让我们在下期视频 五件五三个垂直哟 这个套路数据我早就不用了细细 只见其遇一个认真反复横跳 把自己的速度提到最高的手段 并不是这些人的专想 只是稍微认真之后其遇的速度重饮 甚至可以达到索尼克的十倍 乃至于百倍 直接就装飞了那可怜单本的索尼克 其遇旧是面无表情 一旁跟着看完的吹雪也知道 眼前的竞争对手是完全超乎自己认知的存在 这一直是虚假的比较第一吧 实力增强后的结论四 凌雾最强奥运的索尼克 只是第九卷 43章和44章的剧情 马尔这个名单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第一吹雪这个角色的出现 毕竟在第一季中吹雪的出场的次数并不多 所以知道的人还是少数 不过等到第二季相避 会有不少人被吹雪七分 毕竟这个旗袍 这个黑丝 我他们要打四分好吧 那从这篇之后 就要进入恶狼的主场了 一些在意义之下 春春欲动的恶意也会逐渐的浮现 虽然我们知道 会被骑一拳打飞 但是一拳的魅力 永远不在单狗角色身上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让大家看得过瘾 快到暑假了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一拳超人给大家跟到连载 这算是我的一个目标 那除此之外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 可以的话 帮忙点一下收藏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数据我这种小透明up 真的非常需要 把大家的帮忙 动动手指点的收藏 对我数据我的帮助 也绝对是大家想不到的有用 所以这一期视频 只要达到1000收藏 我会再立马加点一期 最后希望新来的观众老爷 也点一下关注 那这里是数据库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